台北市一名女童 她和爸爸妈妈一家人 来到台北市知名人百货公司来逛街 没有想到因为不慎 触碰到金属展示柜 遭到电极昏迷 熟悉送医之后 女童是恢复了意识 但是目前还在家户病房内观察 女童爸爸谈到当时的状况 痛哭是什么 我们老管男生能救我小孩吗 我小孩如果死在那边 他要还我一个吗 想到躺在病床上的女儿 周爸爸不舍泪水 完全止不住 三十号一家四口 到台北新光三月逛街 六岁的贝贝 碰触到钟表柜的展示商 全身触电 我就冲过去马上抱她 我也被电到 可是我不管 我就是要把她拉出来 可是我抱着她的时候 她没有心跳 我就一直叫她 她没有任何反应 我觉得她快死掉了 宝贝女儿没有回应 周爸爸当下快疯了 我就赶快她叫我说赶快把我叫救护车 把我叫警察 可是我们在那边现场得了五分钟以上 没有任何人来 等不及救护车 周爸爸警报女儿冲向大门 搭精神车冲到马街医院 经过一整晚治疗 病情已经稳定 新光三月调查 赵氏的展示灯箱 确实有漏电 承诺会负责到底 并全面清查线路 但原本是何家光临的百货公司 竟然隐藏危机 叫家属如何接受 我看到那一幕 我真的觉得好可怜 记者邓凯恩 黄迅洋 新北市报道